如果沒有冒險者的精神的話 我到現在應該就是一個上班族 我還是可以做一個 我很有興趣 很有熱情的工作 但是是為別人做 然後沒有辦法創造新的價值 不過就是有一份非常穩定的薪水 那這兩條路要怎麼選 我是阿滴 那我在2015年創辦阿滴英文的頻道 到現在是全台灣第一的知識性頻道 差不多150萬個訂閱者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看YouTube 那這個是我從可能國中高中開始的習慣 我還蠻喜歡分享的 所以當有人帶著需求來找我 然後我可以滿足他們 讓他們可以解決問題的離開的話 我會覺得有成就感 所以在高中那段期間 我就還蠻就是喜歡這樣子分享英文 然後用我比較可能有創意的教法 讓他們能夠搞懂 碩士畢業之後 我是進入了一家公司叫Boischip 它是一個網路的英文教學公司 那時候其實我自己也有一些其他的技能 像是攝影跟剪輯 都在大學培養起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把我這三個能力結合在一起 我剪輯拍攝跟英文教學能力 放在一起的話說不定我可以創一個自己的YouTube頻道 那所以一開始我想說要錄的時候 我其實比較把它當作是自己錄給自己看好玩的 我們第一支真的感覺有被注意到的影片 是我做了一個四個有創意被英文單字的方式 然後那支影片的話我記得上線的第一個禮拜 有破1000觀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很興奮 因為那是我們第一支影片破四位數 就得到一個震撼 因為我以前也有在補習班教過書 然後補習班的我的班級啦 一個人一班最多只有50個人 但是我今天做了一支影片放到網路上面 但居然有一千個人看過 這時候對我來說是很無法相信的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我們會從身邊的人 可能會需要哪一種英文來去下手 就是其實大家不太喜歡看很死板或是文軸軸的 所以我們會著手於生活類型 然後真的是很實用的 特別是在初期我們可能知道 在一千一萬訂閱的時候啊 這時候很多我們的靈感人員 都是來自於身邊的朋友 就是在做社群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的現有的朋友圈跟交友圈 它就是一個第一個inner circle 如果你做出來的東西 連你的朋友 連跟你認識的人都不願意看 都覺得沒有價值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期待它可以再往外擴散 其實我們從創頻道開始不久 其實我們就一直維持著一個習慣 就是在上片之後 都一定親自去看他們所有的留言 跟粉絲之間我覺得 一個關鍵就是你要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所以當你鼓勵互動 當你鼓勵去獎賞這樣子的互動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是受益者 因為你會讓這個平台覺得 你的內容引起夠門 所以我要更把你推到更廣的觀眾當中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保持這樣子的習慣 然後每次跟下面留言的小滴互動啊 然後也從他們那邊 其實也拿到蠻多 我們可以改進 或是可以更好的地方 破百萬前後都會有一個蜜月期 但是在那個之後 所以七月八月 其實六七八月是那時候頻道 其實表現得很好 然後到九月十月十月就相對的掉下來很多 最無力的就是 你覺得這是他喜歡的 你盡全力做好 一個創作一個影片 但是就是市場反應不好 因為已經有這麼久的經驗了 當你只跟自己比較還輸以前的自己的話 那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挫敗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一直在思考說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然後到底什麼東西改變了 為什麼觀眾不回來看我們的影片 然後我們最後突破那個講局是 我們開始嘗試一些我們以前沒有做過的東西 那有些是跑出去外面拍的影片 就加入新的元素進來 然後一直想辦法去把英文學習 包裝成大家可以消化的格式 我覺得身為創作者其實會遇到蠻多 可能一般人沒有辦法想像的辛苦的地方 因為你是完全曝光在鏡頭下 所以你是會被很多時候被放大檢視 有些時候接受這些外面的聲音啊 輿論的時候會真的會壓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就是要勇敢 不要讓這些壓力變成是對你而言一個非常負面的影響 而是要把這個壓力轉化成為自己的一個繼續創作的動力 冒險者第一個關鍵時間是在2016年 那時候在我面前兩條路 一條是全職當YouTuber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我的熱情 不過呢薪水是原本的十分之一不到 另外一個呢是 就待在這個公司也是一樣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是為別人做 然後沒有辦法創造新的價值 不過就是有一份非常穩定的薪水 那這兩條路要怎麼選 那時候就是一個很關鍵的抉擇 那也因為那個關鍵抉擇的關係 我做的選擇才會有今天這個採訪 才會有現在的成就 這是我們的DSE故事 那你的呢?